大家好,歡迎收看大喀塔賽馬頻道 今晚的影片跟大家說說明晚11月28日星期三 跑馬地夜賽深水 喜歡影片訂閱記得按LIKE、Subscribe頻道 按鈴鐺有新影片通知你的 剛剛星期日的賽事跑馬遇上大雨 一大雨就什麼都窩可 跑到後段的長次就場地出現偏差 今天也有娛樂 看看明晚到時天氣環境如何 如果是惡劣的我想都是麻煩的 那天第九場安國倫還要墮馬 導致頸椎骨折弄到現在都很麻煩 他過來香港純粹客串一天幫阿拖 誰知道遇上不幸的事情 這個機會也是祝他早日康復 好的騎師騎骨這麼硬的騎師 希望能夠早日沒事 可以讓大家都安心了 明天的賽事採用A跑道 頭場依然繼續是7.3開跑了 第一場推介四號馬曼士恩給大家 這隻曼士恩就下5班了 好像那隻高東尼的智尊大師也一樣 在4班完全沒有東西看了 減了1分下5班了 用黃俊減7磅 磅位不會太重了 這隻馬剛剛曼士恩也贏了馬 馬主旺起上來再多一場也不定 這個馬主五燕梅很喜歡這樣做 希望明天曼士能夠再幫他增添頭馬 再可以在馬場威威了 也是一個跑法而已 二檔起步 以他的前速 黃俊 起步就慘了他 貼藍順放回來 應該可以做得到 5班速度馬 沒什麼 這場還要 被你抽到的漂亮檔 減了磅 賠率暫時還有42元 都可以的 你怎麼臨場倒到20多元 不要搞夠他了 再來第三場 這個380米 暫時是引燃彩色的大熱碗 這就29元 上次韋達在內南 就跑到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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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t 好多人都看到這一點 所以換上了蘇少輝拆騎 就變成$29大熱量 但是这只马始终香港表现不算突出 一场走近的表现之后 变了29元大热就差一点点了 继续推荐一只有掌5号马给大家 就可能复出了 停完赛也给他骑的 这只马查回海外赛职也曾经赢过1800米 这次9只马上阵 刚刚谷草也能够上名 两场都上名的状态固然是好的 1800米没所谓的 希望他八档起步他前速1800米够快 一下子就杀了 奈娜自己带或者跟着一只跑也OK的 马少少最容易偷到鸡 半位不算重 希望明天把他把握到机会 跑1650 整天对到强劲的对手 出不了头 走来1800米试一试 可能试出彩虹 暂时夹马9.1倍都不错 分头 再来第四场 二号马阿凡达 推荐又是黄晋的马 上次跑1000米 他竟然以他的前速都能够放在前面 回到接下来输四分三马位 当时用潘明辉 128磅 用黄晋再减多7磅 希望借做轻球的优势 明天排六档起步 因为内篮最多只有核充共济 但是上次这只阿沙田 放头也不是很快的 希望阿凡达 用这个1000米的速度 看上次1000米怎么跑 那个速度 非常之快 起步 不是很快的 惨了惨了惨了 潘明辉在外档拾一档起步 哇 不断队 借着对面直路的优势 不断杀了 哇 他的速度真的够快 1000米都可以在外档拾起步 比威先生快 威先生在1000米都出名 是快的 头几段 哇 他可以几个战步 买一栏 放头可以按住来放 看着他这一点 这次跑1200米 指望和俊起步 努力点 撒掉他 不够快就开边 迫到他在前面走 希望借助 黑宝的优势 就能够 搞得定了 这次也差不多放到最后的 这边差不多到地了 是外面一只正阳清风 可以把他赶过 起码明天 和俊把握到这马的起步 就顺放回来了 借着明天 可能场地有点变化的优势 夹马有7.1倍 这只马初出在香港那场1000米已经是跑变化地了 所以明天即使场地如果有点偏差也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没有雨落固然还好 想小饭 但是下雨应该能够应付的 再来第五场 这个2200米了 四班 这场图真是很难选择的 但是 都要选择一只盈酒杯 这些 刚刚赢鱼立刻再出 一个星期 这些就真的准备好了 赢鱼肯定是适合的 你都不用跟他说这么多 这次上班 189磅潘顿赢鱼 你转手给史卓锋这些东西 大家自己会想 暂时是潘顿那只 天金一落5.2倍大热 这些6.8倍不要走鸡啦 放监鱼 潘顿那些吃冷碗 上个两个菊草 有东西看的了 关系也密切的 史卓锋接手 绝对不容错过 这些二档起步 相当容易跑的 大哥 留在内囊 等入直路跟你爆一段 赢鱼也好 赢鱼也好 暂时值得投注 你说临场落他飞 要撐回潘顿也没顶 暂时 潘顿当然要是史卓锋埋手了 希望能够 给到心水给到启示大家 密切留意天地的变化 如果临场大雨 自己要去临场执山啦 明天临场在 youtube那里也会留言给大家 做一些临场动态的分析 希望 明天顺顺顺顺顺顺 赢马二回 就这样